蔡立青她也講一件事情 很懸疑啊 有人爆料說 蔡立青在卸任前 他批的公文上 標題寫神秘四字 這次叫做奉命批渴 奉命喔 對你說很奇怪 他是副市長 他不是什麼幕僚機要 他是副市長 基本上你覺醒的事情 你要批渴你就渴 奉命奉誰的命啊 他又不會寫說奉市長之命 怎麼樣怎麼樣 他寫得很神秘 奉命批 他上面最高的 不就是一人之下 不就只有市長而已嗎 對 想當然了 我們正常人都覺得是這樣 副市長之上只有市長 可是你跟前面的這些 是勾基起來之後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是因為市長旁邊 還有另外一個民間友人 Jack會幫他處理事情 但是公文上不能說奉Jack的建議 因為這個Jack是誰 還是後面又大老闆 所以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我覺得港紅安現在 陷入一個大的危機 是說人家 他對他的用人 打上個非常大的問號 是 先給大家看看 高紅安對於甘政 這件事情的態度 首先在9月14號一開始 這個錢康明出來 要準備踢爆的時候 高紅安議政此言 他說 李先生絕對沒有干預市政 也沒有約談局處長喬事情喬標案 結果隔天立刻改口說是有聊天啊 但只是收集他的想法 不算甘政 你看現在已經進化到這個民眾黨的新政治說 到底要到哪一條線才算甘政 他們搞不清楚 就是說蓋棉被也可能是純聊天 那絕對沒有發生任何其他事情 但是到了915的下午 哇已經道歉了 說不好意思啦 其實李先生跟市府人員有舊室有私交 然後雖然他不曾踏進我的市長市大樓一步 我想說廢話啊 他不用踏進你市長市大樓一步 你會踏進他家不是嗎 那車停在那個市府幹嘛呢 沒有踏進來一步 那車停在那邊算什麼 重點是你會搭乘他的車 你也會踏進他的回建築嘛 那他當然不需要踏進你的市長市啊 還是有接觸啦 高黃說李仲廷就是晚 可能什麼時候都會有接觸到 那最好笑的就是9月15號下午了 他非常嚴正 他說 折成所有市府首長未經報備 所以不可以跟李先生遊說往來 我看的時候就想說 奇怪 高鴻啊 你為什麼把事件搞得如此複雜 你只要折成李先生就好啊 你再跟李先生說 不准你再打給我那些局處首長 或任何公務員幕僚 你不准再找他們聯絡談公司 這樣不就瞭解 為什麼要約束這一些局處首長說 你們不可以跟我男朋友聯絡 對啊 所以這個消息一出面 馬上大家都質疑 所以是有報備就可以接觸了 有報備就可以瞧嘛 因為你這個在邏輯上面 沒有報備不准喬公事 那反過來說 你要喬公事只要報備就可以 這邏輯當然是錯誤的嘛 你幹嘛留這個後門 對不對 如果Jack真的這麼棒 我講真的 你立刻請他當副市長 因為現在新竹也沒有副市長 對不對 不然你請他當你市長市主任 他愛見誰就見誰 愛談什麼就談什麼 重點是新竹市議會 可以叫他進議會備詢 這樣就好了嘛 對不對 那接下來到了十六號的時候高宏安 馬上又再改一個說法說 已經嚴厲約束李先生 嚴厲約束Jack 然後也會有高標準約束自己 那人家馬上就問說 你要如何約束自己 你要什麼 你跟你先生見面的時候 你要跟誰報備 先打電話回家 媽我今天要跟你先生見面 不好意思 今天住他家這樣子報備 新竹市民不是在問這個 新竹市民在問說李先生 你什麼時候才可以停止發表 你對新竹市政的意見嘛 對不對 如果你真的要發表 對新竹市政的意見 趕快請高宏安任命你正式的公職 你就名正言順 而且受到監督 受到法律的規範 結果今天這個9月17號後來 高宏安被問到說 和李仲敬同居 你要跟誰報備的時候 他這個已讀不回 完全直接沒有辦法回 所以這個錢康明 他最近幾天 算比較少po臉書 可是他又貼出了往返新竹的車票 因為他說他在新竹市政風處 已經接受七小時訪談 時間很長 而且留下書面跟其他資料 包括跨年晚會跟李仲廷 談話內容等 所以這件事情新竹市的政風處 已經在調查 那只是這個調查報告 按照制度調查完之後 第一個是要先送給市長看 市長還不是看過了 所以市長政風處怎麼樣處理 市長也會知道啊 所以第一個要送給市長看 他一定會知道 錢康明到底講了什麼嘛 所以經過報備之後 市長可不可以拿來Jack看 對不對 這是一個問題啊 因為你現在把規矩畫成說 只要報備就可以談共識 那這不是很奇怪嗎 對不對 所以現在這個真的是外界搞不清 為什麼你不採取最簡單的做法 你回去臺北你不要敢觀測我新竹的市政就好了 這不是很簡單嗎 對啊 所以這個我不知道為什麼高鴻安如此重視這個Jack的寶貴意見 那現在另外還有一個這個蔡立青 他也講一件事情很懸疑啊 有人爆料說蔡立青在卸任前 他批的公文上標題寫神秘四字 這四字叫做奉命批渴 奉命喔 對你說很奇怪 他是副市長喔 他不是什麼幕僚機要 他是副市長 基本上你覺醒的事情呢 你要批渴你就渴嘛 對不對 如你嘛 對不對 就是這樣批的就好 奉命奉誰的命啊 他又不會寫說奉市長之命 怎麼樣怎麼樣 他就寫得很神秘 奉命批 他上面最高的不就是一人之下 不就只有市長而已嗎 對 想當然了我們正常人都覺得是這樣 副市長之上只有市長 可是你跟前面的這些是勾激起來之後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是因為市長旁邊還有另外一個民間友人 Jack會幫他處理事情 但是公文上不能說奉Jack的建議 因為這個Jack是誰 還是後面露大老闆 所以不知道啊 我覺得高宏安現在陷入一個大危機 是說人家對他的用人 打上個非常大的問號 包括前面大家在討論的米粉結事情 講白了啦 米粉結在新竹辦二十年 今年怎麼突然變 因為新竹市的公測會說 我們不要單純辦米粉結 我們要辦所有的特產結 對不對 但是你知道公測會現在已經完全被高宏安變成 什麼樣一個地方嗎 這個公測會本來是要推動新竹市的工商發展 前一任的市長林志堅 他一上任他新任命的第一個公測會總幹事呢 他找的是前竹科的管理局局長來做 因為新竹竹科非常重要 然後公測會裡面找了委員 有相當多跨越黨派不同黨派這些委員去做 可是高宏安現任的公測會的總幹事啊 其實就是民眾黨新竹市黨部的執行長 以前的這個林志堅找的是竹科管理局局長來做的公測會總幹事 現在高宏安找了一個他們自己黨的黨部的執行長 來做這個公測會總幹事的位置之後 你看連一個辦了二十年 沒出過什麼大問題的米粉結 現在也都起了這麼大爭議 然後後面他問你說米粉結怎麼不見啊 那變成這個特產結之後 第一攤特產是不動產 所以在這整個事情裡面 你可以看得到高宏安的治理能力 他的用人其實有非常大問題 那是要不只可能高宏安後面有關係 你說是民眾黨的執行長 跟公測會這個變總幹事 那後面是不是還有民眾黨的角色 民眾黨當然有角色 你不可能說民眾黨選上了一個市長 這個黨完全沒角色 可是我們竟然在講一件事情 民眾黨最大的問題是你選得上 但你不知道怎麼執政 就像柯文哲他竟然講說給他選上 他組藍綠聯合大政府 意思是什麼 他沒人嘛 他要去撿人家不要的東西撿進來 所以包括他的選擇之友會的會長等等的 被人家翻出一大堆染黑又染黃 這些幹部染黃的問題 那現在高宏安也是一樣 新竹市長宜酸條他來做 可是在他做的事情當中 第一個副市長幹八個月立刻離職了 第二個你的文化局長在離職的時候 引爆點竟然是你的男朋友 對於跨年晚會伸手指指點點 第三個你辦一個好好二十年 也沒辦出什麼大事情的米粉節 之前沒有出過什麼事 結果你馬上一上任把他改特產節之後 就出了米粉工會 覺得說你根本在亂搞 根本不參加的事情 結果一出來的時候 你發現建商擺第一攤 背後誰在辦你的工商策進會的總幹事 你民眾黨的執行長 這些你全部的串起來之後 你會發現說今天他不只是這個 有沒有干政的問題 而是他的執政團隊一臺拼裝車上去 零零落落 你開車的時候 你這個輪子還有聽到那種發出異音 發出噪音 你也擔心那個引擎會不會有問題的時候 新竹市民的權益 到底誰來保障 怎麼會奇怪呢 柯美蘭宣布參選 不就是柯文哲你勸勁了嗎 他說沒有 是沒有自己想要的 八月四號的時候 記者問柯文哲說 聽說你妹妹要選立委 柯文哲說 那就等於我下來選 唯一有言論 不是那個時候就這樣講 那時候他自己是這樣講 所以現在突然跳出來說很奇怪 我們才覺得奇怪吧 為什麼突然要裝不熟 那政壇上有裝熟 現在他們有這個裝不熟 另外我覺得 當然裝不熟 可能也是柯處理 跟回應危機的一種態度 像包括說這個之前 高宏安因為跟Jack太熟了 到底怎麼辦呢 最後柯文哲一下子說 那條線要畫清楚 甘政這條線要怎麼畫 還不知道 後來又被人家罵說 你怎麼當過市長九年 你還不知道什麼話 柯文哲就說 那不要往來就好了 那這就是裝不熟 你說他們兩個感情這麼好 有時候A還會去住B家 然後你說這兩個人 不要往來就好 那是叫他們分熟 怎麼可以管人 人家管他這個程度 你應該是要講什麼 你應該是要講說 不要干政就好 不要隨便對公務 指指點點 畫出那條說 你不准再對公務 有任何插手發表 私下任何意見 這樣就好了 不是說不要往來 對不對 因為尤其是現在 整個新竹市政府裡面 大家都等著在看 到底高宏安 你要怎麼用人 現在又來傳出說 這個民眾黨的要腳 這個新竹市的這個議員李國章 搞不好高宏安給他重用 因為現在新竹少了很多關 李國章算哪一邊的 李國章講真的 他當時這個是從藍營過來 到這個柯文的白營 那在白營他當然浮選有功 李國章是白營在新竹插旗的一根很重要的一支旗子 也是一個棋子 因為他是新竹的地方實力人士 那當時白營他完全沒有任何入軍 是李國章投入之後 把高宏安全力輔選 再加上一些藍營的新竹市的前市長 在背後按住高宏安 高宏安才拱上這個寶座 當初李國章還有一件事情 因為他多年前曾經有酒駕的前科紀錄 當時這個雖然嘴巴上說 最反對酒駕的柯文哲 還為了李國章這個案子 定下了他們黨內的一個內規 就說酒駕只要超過十年 就可以再代表民眾黨參選 後面那個黑道都可以酒駕 應該也還好了 所以在這整個當中 你看到柯文哲顯然很看重李國章 那柯文哲現在新竹是白營唯一的地盤 那當然不可能做事的說 因為大家有發覺嗎 高宏安在這一次的總統大選的選戰裡面 很微妙的角色 他到底要挺柯還是挺郭 到現在他都沒有堅決的說說 我唯一支持柯文哲 他沒有這樣講 那所以之前的柯文哲的新竹 選擇自有會成立的時候 柯文哲在前面講說 不要貪污什麼 高宏安站在後面聽 其實高宏安當下也沒有 他以新竹市的這個市長的身份 來發表唯一支持柯文哲 其實也沒有 所以在這裡面我認為柯文哲當然有心要緊緊的抓住新竹他好不容易建立的攤頭堡 所以柯美蘭他妹妹參選立委 顯然是一個思考過的政治安排 不會是臨時說 我會覺得很奇怪 不是這樣子 那藍白盒在這邊又沒有 我覺得他的做法應該是這樣子 他想要用柯美蘭做一個案例 告訴藍英說 你如果不跟我合的話 我在很多的選區 我都有人可以跟你來拚 因為柯文哲之前講過很多次 他說民眾黨的人也許沒辦法當選 可是他們可以決定誰不當選 不是 那還有哥哥弟弟二舊媽什麼之類可以放進去嗎 當然還有非常多 千萬不要忘了柯文哲旗下人才幾起 強將如雲 包括媽媽也可以去臺中 巧遇言寬恆 對不對 有很多人可以出來這個代替柯文哲 做他的分身 他的家人裡面像柯美蘭 現在在新竹出來的話 那振振錢是不是要緊張了 對不對 振振錢一緊張 是不是回去跟朱立倫說 主席啊 朱主席啊 我這個選區裡面 是不是出現了這個 你是不是幫我跟柯文哲講一下 請他妹妹不要出來害我落選 這樣的模式 其實不只在新竹 在很多地方 包括柯文哲前幾天去台東 他是不是也在台東找了一個前藍營的地方政要 然後那個地方政要他表態 他說如果柯文哲要徵召我 我會出來選立委 所以在這個關鍵的幾個五五波 或者是說競爭激烈的選區裡面 柯文哲顯然是要用這樣子 新竹市作為禁逼藍營的一個案例 柯美蘭只是柯文哲開出 叫藍營來跟我談的這個第一槍而已 曲 whats 說競爭烈努力 曲时爭聲 聽口